你老婆的同片啊 嗯 那你跟着我说 什么 跟着我说就行了嘛 唐总 不是约好下周的吗 唐总 不是约好下周的吗 今天中午我内人婶婶的生日 中午有个饭局 你要跟我谈合作啊 我问一下可不可以啊 好了 快去问吧 唐总要跟我谈合作 可不可以啊 怎么偏偏跳今天啊 大周末的可不可以改天啊 这个 建平跟我说过 让我好好照顾这个客人 我怕改天的话 算了算了 那你快点谈完 赶紧到餐厅跟我会合 行 我知道了 那就设定了 一会儿见 嗯 嗯 这条好 稳重又不老气 你不是搞研发的吗 怎么现在连任务都要跑了 现在客户需求多变 与其两边传达 还不如自己跑一趟 直接搞进出客户的想法 这倒是 话传来传去呢容易失真 就是啊 万一搞错了 多麻烦啊 那 你要好好搞呢 一定可以干出一番名堂来的 有什么业务上不懂的呢 你就去问我哥 我哥可是业务高手 行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嗯 噢 我的天哪 这个呢 爸 没来了 回来了 爸爸 妈妈呢 怎么没来 别着急好吗 待会儿到了餐厅 就见到妈妈了 好不好 还有等到餐厅啊 不是吧 好了好了 赶紧上楼 上楼写作业啊 待会儿爸爸出门的时候叫你们啊 好好坐啊 待会儿外面拿着 快点 两个孩子 从昨天晚上回来就一个劲地问 可见他们 多想念汪晴啊 就不该找汪晴来 弄得他好像是主角似的 我倒成配角了 你吃什么醋啊 人家汪晴能答应参加你的生日会 就够给面子 我叫他来了 我就知道他来啊 准没好事 建平 你看 这人还没到呢 我和你爸就吵起来了 妈 那不管怎么说 汪晴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你要是不让他见 那也太不近人情了 他们都打算抛下两个孩子再嫁了 我们为什么要照顾他的母子亲情啊 时代不一样了 再嫁她还是孩子的妈妈 法律也会保障作为母亲的权益 这嫩坏了 对双方都不好 你说呢 那我们就上法庭 谁怕谁啊 我们站得住脚 妈 您怎么就那么愿意打官司啊 这输赢暂且不说 那你总得想一下两个孩子的感受吧 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啊 一会儿贝贝和立芳来 让贝贝啊 多讲几个笑话给你听听 好吧 哎 你说这个立芳和贝贝 最近他们俩感情好像有点问题 建平啊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妈 我不知道 妈 这夫妻两个人吵个架半个嘴是正常的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呦 这立芳老是芭蕉的 还会跟贝贝斗嘴啊 妈 这个狗急了还会跳墙呢 贝贝老是骂人家 人家还两句是正常的吧 是不是爸 是 哎呀 那立芳一向让了贝贝 那怎么还会跟贝贝回嘴呢 瞧你这话说的 这牙和舌头还能咬着呢 这夫妻两个哪有不斗嘴的呀 可我看贝贝的样子 恐怕没这么简单 这鞋啊 穿着大小 只有穿的人才能知道呢 你就别管这事了啊 我就说两句就叫管了 算了算了 我不说了 我说什么你们都先翻 行 走了 你好大胆子啊 明明知道我跟老婆在一起 还敢打电话约我 人家想你了吗 想我你也不能乱来啊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 在你老婆眼皮底下干坏事儿 很有趣吗 还有趣呢 我都快下出心脏病来了 大小姐 那要不你回去好了呀 我还不想你得心脏病 好不容易逃出来了 傻瓜才言语回戏自投楼榜呢 意思是 你先再陪我了 你说呢 今天休假 你带我出去玩了吧 你想去哪儿啊 这个吧 我把人交给你了 你帮我卖了就好 我可没吃雄心爆死胆 唐总 请我们可以上菜吗 等会儿吧 我们还有客人没来呢 等会儿再上啊 好的 妈妈怎么还没来啊 再等一会儿啊 妈妈应该在路上了 马上就到 好吗 马上马上 又是马上 刚刚也说马上 可是现在还没来 爸爸 你给妈妈打个电话 说我们都饿了 让她快点来 来 你们要真饿了 爷爷让服务员上菜 咱们边吃边能好不好 我想跟妈妈来了一起吃 我也是 饿了就吃 免得让你妈妈知道 你们饿肚子 又要跟我急 我们不饿 刚刚谁说肚子饿来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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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晴既然答应你 她肯定会来的 她现在有一个大款的男朋友 还会想来看我这个前婆婆 说什么呢你 越说越不想话 我们去门口等吧 来 走 走走 坐下 乖乖的坐下啊 你们陪爷爷奶奶好吗 乖乖的 爸爸去门口等 别乱跑啊 听话 我胡说了 我实话实说 金眼评不爱听 他也得听啊 行了 少说两句吧 孩子会学话 传出机不好 你手机响了 好 喂 我正在忙 没听见 怎么了 我突然有点急事 可能过不去了 今天你替我哄哄两个孩子吧 湾晴 你赶紧过来照个面好吗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知道 可是我现在真的脱不开身 我先挂了啊 来 乙建平 童乐 你 你在这儿吃饭啊 对啊 我来随他 一言毕业同学聚会 这么巧 你呢 应酬啊 我妈就是大寿 在隔壁吃饭呢 那么重要的事情 你也不通知一下 都是自己家人跟叫朋友 那我真的太姓名了 既然遇到了 我一定要去打个招呼 乐船 来吧 来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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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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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童阿姨 不是妈妈 不是妈妈 建平 这就是你的一双儿女吧 对对对对 这是我儿子 小智 这是我女儿 豆豆 叫阿姨好 阿姨好 阿姨好 小智 豆豆好 阿姨好 来 初次见面 这是给你们点见面礼 不好意思啊 我刚从国外回来 也没准备什么 这也不合适吧 合适 这钱太多了 这第一次见面 怎么让你这样破费呢 不得不得 给他们留个纪念嘛 那多不好意思啊 谢谢阿姨 谢谢童阿姨 建平 还让你干什么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妈 这是童小姐 伯母好 你好 这是我爸爸 你好 伯父好 伯母 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大寿 都没有准备礼物 真不好意思啊 礼物不是给的吗 发热衣啊 你就是那个 送发热衣的童小姐 那衣服太好穿 太舒服了 伯母喜欢就好 喜欢喜欢 童小姐 来来来来 妈 说什么呢 上来就问这个 没事了 我这把岁数了 也不怕别人问 伯母我结过婚了 只不过 老公上天堂了 真对不起啊 不小心 出到你伤心事了 没事了 都过去的事情了 那难得你来了 不然就和我们一起 热闹热闹吧 谢谢伯母 可是啊 我同学还在隔壁的包间 不好意思退脱了 那下次来家里做客吧 有机会啊 我一定去 到时候啊 再带几件发热衣 给伯父伯母 有小孩子穿的吗 当然有啊 那我要两件 给我的孙子孙女 买两件 买两件 自家生产的 不用钱 怎么可以占你便宜呢 要你赔本呢 我哪里赔本了呀 你们穿了我们家发热衣 一定给我们做宣传 我还省了一笔宣传费呢 大家太谢谢你了啊 那个你看童小姐 像你这样长得漂亮 又聪明 还会做生意 那真是难得呀 谢谢伯母 喂 我碰到朋友多聊了几句 好 我马上回去啊 伯母我要先走了 同学被他催了 那我就在这里祝伯母 福如大平洋 寿比喜马拉雅山 今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 晚时顺心如意 谢谢谢谢 下次一定来家里玩啊 一定一定 建民赶紧送送吧 好 我送你 伯父伯母 多多小只 拜拜 好 该夜再见 同安夜再见 好 拜拜 好 那我们随时联系 好好 好 再见 再见 她谁啊 朋友 建平的女朋友 妈 什么女朋友啊 朋友 贝贝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哎 立方呢 她去应酬了 什么应酬啊 不是你叫她去的吗 哦 对 对 是我让她去的 哎呀 你看看你现在的记性 更年纪轻轻的 来 你看一下 还有怎么样 拍的挺好的嘛 主要是模特好看 所以怎么拍都好看 不过我自己一个人拍 太无聊了 要不然咱俩一起拍一张吧 不要吧 我不上相拍出来不好看啊 我看你是不敢拍吧 我有什么不敢的 七管炎 怕老婆呗 谁说的 证明一下 两次拍一张 拍就拍 谁怕谁啊 来 来 你看 我就说我不上照吧 拍车多难看啊 没有啊 挺好看的 证片传我 一会儿上车再传吧 你看看还有什么地方要拍的 我再帮你拍两张 那那那 我要去那儿拍 走 走 这儿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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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个 你站在那个胶势上 我再帮你拍两张 嗯 小心啊 嗯 好了吗 你再往后转一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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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手给我 快把手给我 快 上来 哎 涫疯 我回吧 JOSH 我回吧 回去怎么交代啊 虚空机在你这儿 帮我一下 帮我把那个头发打开 快点 快点 然后拿那个梳子包 把那个打结的地方梳胎就好 哎 你轻点 对不起 不是这样的 对不起 你给我给我 我教你啊 我跟你讲啊 你要这 我在刚头等你 我给你 我给你 来 憋 你 rap 之前那么严重的病都能挺过来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 对吗 秦姐 我哥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人还没醒 但是大夫说即便是醒了 也要留院观察一个星期 奇怪 农场在郊外 平时根本不会有陌生人出入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警察搜查已经完毕了 现在只有等调查结果了 最麻烦的 恐怕是要怎么跟她妈妈交代吧 以我姑妈的恶心 要是让她知道 肯定又把我哥抓回到她的视力范围之内 她会把所有的事都赖在秦姐身上 这事不弄个鸡飞狗跳的 绝对受不了场 这跟秦姐姐有什么关系啊 那现在怎么办 只能继续善意地欺骗了 只能继续善意地欺骗了 秦姐 那你的意思呢 我 我没什么想法啊 我现在 只是想能陪着凯文渡过这个难关吧 那行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现在马上去处理 那家文 你待会儿别忘了去刑警队一趟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为什么要请一个星期的家 连电话也不接 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吗 哥说他最近心情不好 想出去散散心 所以跟您请假了 他人在哪儿呢 出发了 你没跟我说实话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见您去问呢 我问谁啊 躲得人影都见不着问谁去啊 我去问汪秦啊 不不不 这事跟秦姐一点关系都没有 哥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是吗 哥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姑妈 明摆着就是要逼我就范 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我准不准家 还不是一回事啊 姑妈您别生气了 再生气啊会长皱纹的 你少红我 这么帮着你哥说话 姑妈 我怕你也怕我哥 我就像一个夹心饼干一样 杀在你们俩中间 两头都要帮 两头都不落好 我这样很辛苦的 您别再为难我了 少过油嘴话是吧 你去跟他说 马上给我回来上班 这 你去不去呀 好好好 我去 你早上让你顿了 你说什么 呵呵 我什么也没说 姑妈再见 超小子 您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 怎么了 行了行了啊 别不开心了 妈妈不是说了吗 过段时间有时间 就来看你们好吗 你呀 就别骗他们了 他什么时候能忙完呀 改天让爸爸带你们去农场 玩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赶紧回去 换衣服去 快 快快快 衣服 耶 可 我保住了 我们出差 电话都不接的吗 当然不会了 怎么了 哥 那个唐总是什么人啊 唐总 我不认识啊 什么唐总啊 你不认识 那立方干吗 去跟他应酬啊 立方说那个唐总是吗 对 我 我一下子给忘了 这个项目吧 隔起来很久了 就是我一下子真是 真是给忘了 对对对 是唐总 唐总 我好像发这个老年痴呆了 你开什么玩笑 在书者面前说这话 这不 我 我去看看孩子啊 你们先聊 啊 小致 唐总 贝贝 你跟立方最近怎么样了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 只是 我们现在话题越来越少 感情不像以前那样 是不是最近她工作太忙了 她工作什么时候不忙过来啊 她以前不这样了 就是没生孩子 你看建平和立方 年纪差不多大 那建平都两个孩子了 你呀 还是赶紧生个孩子 绑住立方的心 嗯 董事长心情不好 去混混吧 干妈 我回来了 莎莎回来了 这一次参加赵总公司的周年庆 认识了好多老板 大家都说很想跟我们解谱合作 我想我们公司今年的案子 接不完咯 莎莎 还好有你在 光靠凯文 气都把我给气爆了 周总她又怎么了吗 她既然一声不响地 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说是要去散心 手机也不开 真不知道她在搞什么鬼 干妈 您先别生气 周总做事一向很有条理 不可能无缘无故会这么做 我想一定有她的原因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呢 您先别担心 我会想办法调查 如果有任何消息 马上告诉您 嗯 回来了 哦 不好意思吵到你了 没事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哎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赔客户应酬 我哥跟我说了 没想到这么晚 你一定很累了吧 要不要我煮点宵夜给你吃 不用了 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你洗过澡了 哦 陪客户洗了个桑拿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在想 我们生个孩子吧 好啊 不过我今天已经很累了 我想先上个洗手间 你先睡吧 好啊 我要去洗手间 我来洗手间 你先洗手间 我先洗手间 好坐 可以洗手间 你不是我去洗手间 我就在洗手间 我没用 你洗手间 我磨便 就算 让他洗手间 我洗手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想啊 我要是哪天病了 只能说孤家寡人一个了 你也可以啊 我哪有啊 以前还有秦琴姐 现在都被你给拐跑了 家闻呢 他每天都在念叨你啊 他那是弟弟 是另外一回事好不好 他年纪也不小 那比我小就是弟弟 再说了 我的人生字典里面 就没有姐弟连这回事 行了行了 你刚醒 要不先躺下休息一会儿 你又来帮忙啊 是啊 我刚好路过 就上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事要帮忙的 我帮了我们出版社 这么多忙 真是应该好好谢谢你 没事 打发时间嘛 你看起来好累啊 心里不舒服啊 没有 只是昨天晚上在医院 所以没有睡好 去医院了 你怎么了 不是我 是我朋友 好在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清醒过来 也就没什么太多问题了 你的朋友啊 这 是出车祸吗 不是车祸 是意外 汪姐 那 小梅说你想往 我可能要请一个星期的假 手头上有些工作 想让你交接一下 好的 那咱们那边说吧 好 你先忙 嗯 昨天在医院没睡好 又要请一个礼拜的假 跟看完请假的天叔一样 难道 干吗 你这是 平常造型用的啦 我有周总的消息了 看问在哪里啊 在医院 情况好像挺严重的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 我之后再慢慢给您解释 现在最重要的 是找到周总的具体下落 小梅 姑妈 你怎么来了 你早跟我说一声 我开车去接你多好 你怎么来了 打车还是 是 凯文明明进了医院 你居然骗我 说他度假散心去了 你拿我当什么啦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姑妈吗 您怎么知道的 你管我怎么知道的 走 带我去医院 姑妈 姑妈 我是知道我哥在医院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医院呀 还想骗我是吧 我不敢 我真不知道 不说是吧 行啊 我给你爸打电话 让他来问你 姑妈 别 别给我爸打电话了 那你说吧 说呀 我不能说 我答应我哥保密的 我说出来太不仗义了 再说了 我哥现在不想见你 你们见了面肯定是一顿炒何必呢 我保证只要是我哥休假结束了 马上去公司上班 不会有事了 你保证得了什么呀 不会有事 你忘了你哥的身体呀 万一他肝病复发有个什么 你担待得起吗 好 那我带您去 走 你说 他为什么住的医院 再骗我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不敢了 这要住院要住一个星期啊 会闷死 得早点事干才行 想不想看看书 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我能到处有几本 明天给你带过来 要喝水吗 好 谢谢 你总是知道 我需要什么 你还松手 别拿走 松手 伯母 您来了 您好 您好 您可真好 扫得行 自从凯文跟你在一起 就没一件好事 现在又害得他住院 妈 伯母 您可能误会了 凯文住院不是因为我 那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明摆着是做贼心虚吗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呀 非要理解我们母子的感情 连他住院了都不让我知道 太过分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说话 妈 伯母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是请您不要冤枉我 冤枉你 要不是因为你 开文会单独住到农场去吗 还在这儿过装无功呢 你就想让他可怜你是不是 妈 那是我跟你之间的事情 跟汪晴没有关系好吗 不要把大师拿车 怎么没关系呀 自从你跟他好了以后 我们俩总是起冲突 连住院那么大的事 你都要瞒着我 瞒着你吗 瞒着你是因为 每次扯到汪晴的事情 都会不分青红照白 都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凯文 妈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啊 你一个堂堂大公司的总裁 有大好的前程 为什么偏要跟一个离过婚 生过孩子女人在一起呢 我要跟谁好是我的自由 可你是我的儿子 我不能看着你自毁前程啊 妈 你够了 好了 你们别吵了 我走就是了 秦姐 秦姐 对不起啊 我姑妈不知道 从哪儿知道我表哥住院的消息 因为逼着我带她来 我 我 我 你逼着我带她来 没关系 这也不能怪你 我跟你说 我姑妈脑子里有一台缺点放大器 她一定看不上谁 就算你什么也不干 她也会挑出无数的毛病 我原本只是以为她看不上我 可是没想到她竟然把我想成 挑拨离间的卑鄙小人 姑妈就是那种人 特别自我 恨不得全宇宙都围着她转 她也未必是特别痛恨你 只是不能容忍有人挑战她的权威 所以就会把你的缺点放大无数倍 甚至有时候还无中生有的 会编出很多理由来 让她自己相信自己是对的 菁姐 她刚才说的那些话 你别太往心里去啊 要是她骂我的我全气着 我早就得抑郁症了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我原本一直把你当做孩子来看 可是没想到你早就长大了 谢谢你啊 家文 别客气 菁姐 你再夸我 我可是会骄傲的 刚夸完你成熟了 又变回小孩子了 我没事的 你放心吧 赶快回去吧 要不然你姑妈找不见你 回头再看见你 又好拿着放大器去照你了 好 菁姐 那我先回去了 咱们保持联络 走 你怎么回来了 凯文出院了 没有 家文把凯文妈妈带去医院了 我在那儿不方便 所以就先回来了 不 那这李嘉文也太不仗义了 不是杂杂说好了 不让太后知道吗 她倒把人带医院去了 喂 贝贝 怎么回事啊 我白天打你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白天在医院 那边信号可能不好 医院 你去医院干吗 说两话长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明天有空吗 我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怎么了 太好了 那你明天陪我去趟医院吧 你去医院干什么呀 贝贝 布琴 嗯 怎么样 换好了吗 换好了 三十五号 那还早着呢 是啊 且等 陪我去看一下凯文吧 顺便把书拿给他 凯文住院了 干杯用饭了 不是 回家的时候 遇见留守的小偷 结果没想到 可能是怕认出来吧 纵手伤人了 凯文 妈妈帮你安排一家 更好的医院啊 我不想走医院 现在进去 我一忙都冲着我来 麻烦就大了 等一下送完兄 我就陪你过去检查 嗯 好的 你怎么就那么不听妈妈的话呢 我看我还是别进去了 你帮我送进去吧 我帮你送进去 霉霉 开文 这是汪秦娘我给你的 她人呢 她在外面 不想进来 你去看看 她不进来 我出去好了 我去看看 你好好休息 你是脸皮厚呢 还是装过我看呢 您知道我讨厌你 还要死皮赖脸的 纠缠我儿子 你到底想贪图我们家什么 我只是来送两面书 为什么不自己拿进来 原因您知道 是你那点 勾引男人的小把戏 在我面前耍不开 不敢见我 既然不敢见我 就滚得远一点 让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 伯母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是我在忍耐你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纠缠我儿子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是你儿子纠缠汪秦 有本事你去找你儿子去啊 不要在这里仗势欺人 你这个不休口德的老毒婆 以为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 没想到你穿得挺体面的 怎么就不会说一句人话呢 也难怪你儿子受不了你 不愿意跟你住在一起 你谁啊你 什么东西管我的家务事 我是汪秦的好姐妹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骂她呢就等于骂我 怪不得你儿子到现在都不结婚 就是被你这个老妈吓的吧 你简直就是个泼妇 你骂谁啊 在这里大家都能看明白 到底谁想泼妇 贝贝 汪秦脾气好不跟你计较 那是因为她拿你当长辈 对你还有一丝敬礼 你不要以为她好欺负 就得寸进尺 不要再说了 看来 看在凯文的面子上呢 今天就到此为止 但是如果下次再让我看到 你们欺负汪秦的话 我就跟你们没完 汪秦 我们走 你看看 你看看 什么人叫什么朋友 汪秦不是东西 那才会 你说够了没有 我又不是笼子 都是你制造 不是 好 董事长 周总 周总 您的伤有好一点吗 您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莎莎 去把医生找来 我们马上转约 是 给我站住 别理她 我叫你去你就去 妈 你还要这样搞下去是不是 凯文 妈这都是为你好 你别再费心了 我是不会转约的 莎莎 把我妈带回去 我想一个人冷静一下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 你也不想想 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妈会害你吗 李王琴 她有什么好啊 你竟然为了她 连妈都不要了 董事长 我想 我们是先回去 让周总好好地休息吧 气死我了 我还是生气 我再去替你出口气 好了 你别再闹了 我都怕你刚才经你那么一闹 凯文知道的 心里肯定特难过 以后跟他妈的关系 就更了恶劣了 你一味地忍让 只会助长他人的气焰 找这么下去啊 就算以后你跟周凯文结婚了 光是伺候那个恶婆婆 就要了你的半条命啊 你哪会有幸福日子过 我知道 所以我在跟凯文说 让他好好修缮 跟他妈妈的关系吗 修缮不了 我觉得呢 你还是尽快跟周凯文分手 跟我哥复婚 跟小智逗逗一家团聚 这才叫幸福美满 事情要都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就好了